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很多教育史研究者视为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青岛德华大学全称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 第一任校长为德国地质学家格奥尔格凯贝尔博士 如果不出意外 这疑难 伊伟良所大学将按照中德双方商定的规划稳定发展 但清末中国积贫积弱 所谓中外合作其实是外强弱弱 基础不够坚实 所以一旦国既形式发生变化 旧基础不老 地动山摇 岌岌可危 同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 正为此做了注脚 1908年同济德文医学堂校门同济医院外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因为德国在日的战争中的失利 德华大学被迫停办 解散 43名学生 包括土木科30名 医科4名 法政科9名并入同济 同济土木工程教育就此开始 并终成世界知名品牌 时至今日青岛人还未同济土木学科 源自青岛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为30名土木科学生之一 后来成为建筑大师的刘全法 于1914年进入德华大学 随即转至同济 后于1921年毕业 刘全法在担任青岛理贤中学校长期间 曾立主设立土木科和德文科 开封气之线 1919年出生的同济百岁教授 复信息回忆 1937年我17岁 就读于青岛理贤中学高中土木科二年级 刘全法还曾与同济签订协议 明确理贤中 学土木科毕业生成绩前五名者可免是知生同济 四名医科生中包括小提琴演奏家谭舒贞的父亲谭岳峰 他于1916年毕业后以行医为生 2013年2017年谭岳峰嫡孙谭国章 先后两次将保存多年的祖父遗物 包括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厂生产的五反事件眼镜 德国莱比西比尔斯出版社出版的德文艺可典籍 新自然疗法 一箱美国产和一箱国产医用镜片等捐给了同济 也因为这样的渊源 青岛德华文化研究中心 既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 青岛基地于2015年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被炸毁的主楼青岛 德国德华大学就指 县委济南铁路局等单位办公用房孤立的看 接受德华大学部分遗产 开办土木工程教育 就是同济在第一次大战初期所谓的德 但随着战事的发展 同济迎来了巨大的无法修补的师 因为在这场战争中 他们失去了美丽的家人 首先 是1914年 法租界向西扩张 同济校园被纳入法租界 第二年 为纪念英年早逝的埃里西宝龙 而德明的宝龙路 金陕西南路 也被改称为亚尔培路 1917年 中国政府对德宣战 同济317事件爆发 当日 法租界当局以同济系德国产业 以防止德人利用同济师生 技术 设备制造武器为借口 出兵包围了由德方设计 并主持建设的德国风情校园 同济师生被迫离开学校 宝龙医院大门同舟共济 自强不息 校园丢了 但同济人的精气神还在 更兴朝野人士末不结成营救 多方斡旋无果后 同济前往地广人西的上海郊区 吴松 暂期于中国工学 及靠台湾海军学校等处 鉴于中德间的关系 同济校董会也进行了改组 江苏奉贤金属上海人 曾留学日德的27岁转上届 成为同济首任华人校长 同济自此开始了华人自治时期 几年后 一坐中西 何必 微微壮观的校园出现在了吴松 也得是仁泽泽称探 校园旁那条很长很长的路 也顺利成章地被命名为同济路 并一直沿用至今 为迎接首批两位女生的到来 实现男女同校 校园里还出现了一幢女生宿舍 今日同济校使馆的外观就是模仿他的 在崭新的校园里 同济还光荣的 被南京国民政府 列为首批国立大学之一 从此称国立同济大学 称雄上海滩 也是在这里 同济举行了规模盛大 享誉一时的建校20周年庆典 似乎灾难已成了过去 光明灿烂的前途 正在向同济招手 吴松同济大学大礼堂 及功课教学楼 吴松 同济大学女生宿舍术 欲敬而封不止 在鸡贫鸡弱的国土上 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和其荣誉 1932年128事变中 同济校园被炸得一片狼藉 索性学校很快就告复学 逃过一劫 这一年 正是同济建校25周年 幽默的德国教授 他们还不忘苦中做了 他们请来一名华人教园 作为见证者 和一支数大的雅弹义气和影留念 德国教授和炸弹合影 1932年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 作为松户抗战的主战场 同济校园遭到了日军毁灭性的轰炸 终成一片废墟 今天上海音像资料馆 还保存有当年同济吴松校园 遭日军轰炸后的部分视频资料 伴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 同济从吴松一千上海市区 二千浙江金华 三千江西赣州和吉安 四千广西八部 五千云南昆明 六千四川宜兵李庄 行程万余公里 六一校只才算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李庄度过了清贫但安全的六年 1941至1946 在此期间 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满目疮痍 民不聊生 但同济却秩序稳定 规模稳中有生 成为一 公 李 法 兼具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也正因为这样的缘分 长期以来 李庄一直被同济室 做第二故乡 台湾校友徐维康 首会迁徙地图 2018年春民国三十四年同济大学 赶赠罗南盖木牌 在李庄被发现后 由宜宾市博物院收藏 盖木牌文由时任同济校长徐宋明撰写 电影表演艺术家 祝希娟之父 同济副社高宫校长处原青所述 记载了抗战时期同济内谦李庄 以李庄之名乡申罗南盖 为代表的罗氏家族对同济的鼎立支持 再现了李庄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精神 所谓盖安定同大及同济大学 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 2012年 聪明伶俐的罗南盖之增外孙女 中央研究院时余所录亲 立之孙女陆浩尹 怀着对家族史的敬畏和好奇 携穿大半个中国 从吉林长春考入重庆大学 2016年又辗转来到同济攻读硕士学位 再续李庄罗家和同济之缘 成就了一番佳话 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同济开始酝酿复原上海 以十九 四十六年六月一日 校长徐宋明开始在上海办公围标志 同济正式复原上海 因为千头万绪 房源紧张 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同济分散安置在多个地方 其中工学院就坐落在其尾路金四平路 其原址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由日文建筑师十本喜九至主持设计的上海日本居留民团 立中学校 金一二九大楼 这也是同济整个四平路校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历史建筑 当时校园西北角还留有日本小型军用机场的痕迹 再来看看同济离离开后的原址陕西南路校园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 中国却胜而受辱 同济已未能收回该校园继续办学 取而代之的 是中法两国合办的中法国理工学院 后辗转发展成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今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中路校区 1999年还被列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 至今保存完好 在该校园南三楼女生宿舍外墙上 还保存有一块功德碑 根据上海理工大学吴雨昕博士的最新研究 这块功德碑是1917年1月落成的 记载了1915年一批颜料大网及商号 捐件该宿舍的相关情况 但令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启用两个月后 317事件就爆发了 该宿舍连同这块碑时便换了主人 显然这块功德碑也是同济 乃至上海近代风云变换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复兴中路1195号 原位同济大学 经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复兴中路捐赠非责任编辑